这个是水水流给我出来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西游记 我是Nick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亮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亮子 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华人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民族 不同的节日 我们就会吃不同的食物 像现在你看到桌上这一碗东西 就知道我们要过什么节吗 这一碗不应该是元宵节吗 他们也不是冬至吃的吗 不对呀 在我们中国的北方 冬至这一天吃的是饺子呀 我们在马来西亚冬至就是吃汤圆 有没有听说过吃饺子 哦 这样的 汤圆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在马来西亚 在中国你吃过什么口味的汤圆 我吃过花生馅 芝麻馅 还有一些其他很奇葩水果馅的 其实你以为西游记今天那么简单吗 你错了 今天我就要让你过一个永生难忘的冬至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 中国式和马来西亚式不同口味的汤圆 看看我和亮子能接受哪种不同的口味 那我们过来试一下吧 好 哇 这个是不是中国麻辣烫的汤底呀 今天我们西游记准备的就是马来西亚式的卡里 和中国四川的麻辣汤底 这卡里拉斯塔 上去也怪怪的 不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马辣汤很好吃耶 有稍微有点点辣 然后咬到那个花椒那边那个汤圆 我觉得意外的好大哦 这个汤圆 现在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好吃 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厂外的工作人员 这两个哪个更好吃呢 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啊 我觉得拉斯塔的比较好吃 哦 看来我们的内线打成了 对呀 可是我本身就爱吃嘛 对呀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不同馅料的汤圆 好呀 上料 我相信你一定看不出你们包了什么对吗 这一份呢就是包了马来西亚三巴的内馅 而这一份呢就包了中国老干妈的内馅 你想说我干妈了 我觉得很奇怪 我还喜欢那个夜香饭里的这个三巴 这个不好 我来试老干妈 我觉得这两个馅料都不行了 应该适合作业 作业 应要选一个的话你选哪个 老干妈 稍微好一点点 我勉为其难 也选老干妈 好 好我们让工作人员来试试 我觉得那个老干妈的呢 辣味比较好 比较香 对 老干妈 哇到现在为止都是中国风味的完胜耶 认的这一个是什么吗 Gaia 对这是马来西亚Gaia 这一个呢 我知道这个这个是中国的红腐乳 其实我也没这么吃过 我有点不太尴 这一个是水选的 这一个是水选的 这一个是水选的给我出来 我觉得汤圆嘛 一定要配甜的 像我们这些试的都没有甜的吧 就是辣的 就是辣的 红腐乳 不太香欸 因为这个很咸 我觉得会 你来试试 吃一个水准杯了 给我滚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他 哈哈 怎么样怎么样 毫无疑问就是小鸭 耶 Gaia完胜 那么第二款里面哪一款你们觉得最好吃呢 我觉得它是甜的吧 对啊 毫无疑问就是 汤圆就是要甜 甜甜的吗 甜甜蜜蜜 团团圆圆圆 过冬至一定要这样子 就是Gaia Gaia完胜 Gaia完胜 特色口味或特色内心的汤圆呢 如果你想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